为台风季预先做好准备 南投县长林明珍在县务会议当中 指示公务处等等相关单位要修剪路数 以免风雨一来树枝被折断 影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另外呢 普里镇福新温全区 县府算说已经完成第一阶段飙售了 但是呢有预留未来的发展用地 县长表示目前已经计划 要施作全台首创的温泉游泳池 相信可以带给在地民众跟游客们 一个全新的体验 今年第二号台风舒立机 虽然气象局预估 不会为西班部带来什么风雨 但县长林明珍仍指示各单位 做好万全准备 针对路边或校园里教大科 或过场的树枝进行修剪 并砍除干枯贫死的树 以维护道路人车安全 为了要亡羊补牢 希望我们各单位 能够尽快的就你们的工作 负责的范围里面 比较有危险性的 需要去防治的 这样进在里防治 因为现在台风已经季节快到了 所以县长今天在县路会 特别指示 学校道路公务处 各单位 你们要负责的 希望能够尽快的来把数值减短 同时安全测试一定要做好 已完成第一阶段 土地标寿的普里福新温泉区 县府预留了未来发展用地 林县长表示 目前规划会新建一座温泉游泳池 一楼建游泳池 二楼打造运动中心 做社区同意将会赶紧新建 希望为温泉区创造不一样的特色 那么我想我们全国就没有的温泉游泳池 我想我们可以来创造 新建一座温泉游泳池 也是国际标准的 那么将来这些观光客 到这边来泡温泉 一般的饭店是不会有游泳池 那么大的一个标准的 所以我们新建一座标准的温泉游泳池 我们普里镇的乡亲可以去使用 我们南投县的县民都可以使用 包括外来的县市的游客都可以使用 住在温泉区里面的旅馆的游客 都可以来使用 进入台风季节 县府最近会陆续进行防灾措施 也呼吁县民从居家环境做起 一起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熊西南投县采访报道 记者熊西南投县采访报道